前日剛問民眾為了防曬 除了靠圖防曬油稱陽散對抗紫外線外 防曬服飾的需求也與日俱增 不過市售防曬衣琳琅滿目 該如何挑選才不會踩雷 如果你UPF可以達到50 代表你有98%的紫外線都可以把它隔絕掉 如果你是UPF是在30到49 大概有97%左右都把它隔絕掉 UPF數值標示不同 可以阻擋的紫外線也不同 另外專家也建議消費者 可從吊牌和品牌著手 因為相較於一般衣物有孔洞 紫外線容易穿透縫隙接觸皮膚 防曬衣主要是由布料經過加工 可對抗紫外線折射或吸收掉 阻隔紫外線穿透衣物接觸到皮膚 一般無機的材料 它本身就是有吸收紫外線 能夠產生共振的一些那個有機材料 如果是無機的話就像我們常用到的 像氧化芯 二氧化鈦之類的 那當然還有一些礦石粉 那本身它們都有很好的 對紫外光線的一個折射跟反射作用 抗UV防曬外套市面上琳琅買目 專家建議挑選深色的衣服 也能對抗紫外線 華視新聞林婉瑜 張道勇 台報道